苏玉 特别能领会统帅部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意图 善于捕捉战机 建国前 苏玉跟彭老总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 但到了建国后 彭老总担任国防部长 苏玉担任总参部长 开始有了一些工作上的交往 然而两个人都是不转弯的牛脾气 因此在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一些冲突 当然两人都是胸怀坦荡之人 并没有因为工作上的通突而互相的怨恨 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批判后 有人来劝苏玉也站出来说说 为自己平反 但苏玉拒绝了 说我不愿意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 提我自己的问题 林彪与苏玉并称扶龙凤楚 得起一可安天下 林彪对苏玉的战术也非常的推崇 苏玉指挥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截 林彪特地让人把此阵的资料找来 关在屋里研究了两天两夜 最后对刘亚楼说 苏玉打仗真行 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1908年苏玉受到批判 林彪很难得的替他说了话 我一直生病 不明白这次会议 打胜仗的是罪犯 打败仗的当英雄 这个会议我就不参加了 十大元帅中 刘伯承的军事理论水平最高 但他也对苏玉非常的推崇 在御东战役后 刘帅感慨地说 打这样的大仗我是做不到的 没有这样的胆识 没有这样的气魄 1949年9月27日 刘帅在人民日报上 对于苏玉评价道 至深永存 百善百胜 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 当然对苏玉了解最深的 还要属陈老总 1948年元旦 陈老总在总结报告中写道 苏玉同志可算为 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 战役指挥高明 由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的断裂 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赫老总罗帅 徐帅跟苏玉的交价并不是很多 没有找到他们对苏玉的评价 叶帅对苏玉也非常的推崇 在平时称呼苏玉 从来不只呼其姓名 而是称之为苏总 有一次 叶帅还当着众人的面对苏玉说 你是全党全军 全国乃至全世界 有名的战将 打了很多的胜仗 对革命战争贡献很大 又有丰富的战争经验 你的军事才华 令我们大家钦佩 谢谢大家